2014年跟2005年 连着两年校园杂志社举办了重循真信讲座 那我们就邀请了香港明光社和信文化学会的前辈 来这边担任讲员 从此以后就成为了好朋友 那我印象很深 那个时候蔡志生老师很慷慨的就把明光社 已经做好的很多的小册子资料 还有甚至于你们做好的教材 都慷慨的跟我们分享 然后蔡老师还说 这些东西你们就是可以很自由的使用 做成台湾合适可以用的教材都没有关系 那所以后来我也自己就在台湾 我们组成一个小组 我们就做了一套教材叫做青春衣机房 那里面呢有很多东西 就是吸收了你们的日月精华 但是当我们有经过台湾的一些处境 去做一些改变 我们也拍自己的影片 设计一些我们自己的活动 可是基本上呢还是从明光社的这些教材里面 得到了很多的启发 最主要的就是特别是明光社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这些研究的结果 跟你们所设计的Q&A 这个部分真的是给我们在每一个 每一课后面呢 我们就提供给老师做非常好的课后的一些补充 那也还有就是许多可以跟学生互动对谈的东西 那真的很谢谢你们这样子的扶持我们 那除了这个有外呢 我大概几乎每个礼拜 我都会要从你们的明光社观交点里面 去update新的资讯 这个部分也是对我在做台湾的观察研究 跟提出一些回应上面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很感谢神让明光社在香港站立了15年 也祝福你们可以继续如明光照耀 不只是在香港 并且在这个时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你们所发出的影响可以长长久久 真的影响到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 谢谢你们也祝福你们